当地时间2018年8月5日下午,一名中国男子在萨摩亚萨乌波鲁岛南部海边礁石上游玩,迟不幸被海浪到权走,随意赛方警察、消防和海上搜救部门的紧急搜救。 截至目前,人类发现落水失踪人员,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,失踪冯姓男子20岁左右此次事故在甘海溝为第二起居了解,该名男子20岁左右被警方确认姓名为冯南明,甘门明姓义,他于周日在高速的海溝失踪,搜救行动于周日下午启动,昨日继续搜救FDSA,萨摩亚警察。 消防和海上搜救部门,助理行动专员摩根表示,他们一直在跌尽所能找到这名中国男子,我们和其他另一位官员下午3点到达事发地,并联系了一位潜水员,一直搜救到周日晚上7点左右。 他说,后来因为太暗了我们不得不去下搜救,周日早上6点左右,8名FDSA工作人员和潜水员继续到达现场搜救。 然而到下午4点,由于海面波涛汹涌,潜水员不得不返回,而警方仍在该地区搜救,搜救将持续整个星期,直到我们已经找遍所有区域。 我们希望尽快能找到他,该工作人员说,警方的一份声明表示,警方已将此记录为德斯尔海沟的第二起事件,目前警方仍然没有找到这名失踪的游客,对此警方建议公众和酒店,向海外客人介绍周围海洋不可。 预测的情况,在线旅游平台仍有少量萨摩亚旅游产品,在瘦南渡记者了解到,萨摩亚位于太平洋南部萨摩亚群岛西部,由萨瓦伊和乌波炉两个主岛,及七个小岛组成。 境内大部分地区未从云覆盖,处热带与灵气候,托斯尔位于萨摩亚的乌波炉岛东南沿海,周围环绕着美丽的热带花园,托斯尔的字面意思是巨型涌洞,它有三十米深,可通过坚固的木梯进入,难度记者发现,一旅游网站建议,熟练的潜水员,只能游泳穿过此地,托斯尔海沟,难度记者发现,在线旅游平台, 仍有萨摩亚相关旅游产品出售,但数量很少,一家香港出发北极加萨摩亚八天六晚半次住游,的旅游产品售价16900元,香港出发北极加瓦鲁阿图加萨摩亚,十二天十晚半次住游,售价27500元,该旅游产品相关科博告诉难度记者,目前国内去往萨摩亚旅游,的游客数量逐年上涨, 报名的旅游都顺利完成旅程回国,目前没有了解到在萨摩亚旅游,发生失踪或伤亡事故,对于该男子在萨摩亚被海狼转走的相关事件,该工作人员表示, 如雨的突发情况或极端恶劣天气,会提前告知客人不要出海,如游客报名出海项目,会有香港或导游陪同出海,涉及人身安全或出海的注意事项,我们会提前告知客人,避免损失。 他说,我们也会为客人签计正规的合同,商交规,等保险。 背出客服也告诉难度记者,目前平台还没有接到通知,没有了解到中国人在萨摩亚伤亡的相关事件, 如有发生在海边游玩失踪的事故,不仅仅仅出行,难度记者搜索从广州到萨摩亚首都安皮亚的机票,如搜索10月份的机票,最快一班要飞行近20个小时,其他航班要飞行超过30个小时才能到达萨摩亚。 从国内前往萨摩亚多,也从新西兰库飞机转机,单程机票大约在5000元以上。 据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网站消息,近年来,复萨出差和旅游的中方人员逐点增多。 中国驻萨摩亚使馆提醒复萨中国公民,萨部分海域和地段天气多变,风大浪高,海跨复杂, 驾驶险峻,在沉船珠海,下海游泳或参与浮潜等涉水项目时,请务必提高安全及自我保护意识,提前了解当地天气和海况,严格遵守景点安全警示,切勿冒险。 参与测水项目,确保人生的安全,如遇紧急情况,请拨打下列电话寻求帮助。 萨摩亚报警电话,911中国驻萨摩亚使馆领保电话,006857772479中国外交付权,求领保服务,应急呼叫中心,24小时热线, 008月-10-12308,008月-10-59913991,猜写,难度记者广签书费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